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上课 起立 老师好 我们先来看一段事情 好了 这一期中我们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笔记总理说 分蛋糕 那么请问每位小朋友得到多少蛋糕呢 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 你们同意吗 同意 好 请坐 八分之一 这是一个什么数 分数 分数 这节课让我们继续走进分数 来了解分数的技巧区 请看屏幕 你能用分数表示下面的经验功能吗 好 请张仪请来回答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为什么用四分之一表示呢 因为它把一个正方 平均分成了 平均分成了四块 平均分成四块 就是四分之一 好 请请老师呀 有一盒糖果 我能不能把这盒糖果 也看作一个整体 哦 如果我把它平均分成四分 那么每一份该怎样表示呢 这种法格的打开之后 有多少颗糖果呢 四分 你能不能表示出 这四颗糖的四分之一呢 哦 你们打开我们的作业纸 第一题 用你自己喜欢的方法 表示出这四颗糖果的四分之一 表示完的同学可以比手 示意老师 很快 好 来 来 现在呢 已经表示完了 请看屏幕 老师挑了两位同学的作品 左边的为一号 二 右边的是二号作品 你觉得 哪一个作品 更能让你看出来 它有多少分之一的想法 每位同学 表达出来 请大家我们的简直里 老师想听一听 每位同学的新生 我们进行一次投票 如果你 觉得一号是正确的 请选择一 如果你认为是二号是正确的 请选择二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全合囱 我们都数同学都是选择了 一号做选 一号 三个厨房 一号 一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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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